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故事不断意识颇多的帝王带领着清王朝走上了巅峰 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皇帝又做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我们就将通过这些珍贵的国宝为您展示乾隆皇帝的几个不同侧面 我们首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件国宝 平安春信图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一幅雍正时期绘制的宫廷画 平安春信图 画纵68.8厘米 横40.8厘米 卷本 色色 由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绘制 这幅画构思新奇 画中的两个人物均着汉状 富有生活气息 画中的人物姿态各异 一高一低 共持一枝梅花 二人背后称以茁壮的翠竹 近处扮以糊石和星星点点的梅花 景色极为清幽 画中的竹予以竹报平安 梅花予以寒冬之后的早春 这幅画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年少的皇子 睿智的目光 以及他与父皇之间融融的亲情 今天我们就和光临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起来解读一下这幅平安春信图 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光临我们今天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先生 您好 一位是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金运昌先生 您好 欢迎二位 大家刚才看到了这幅画了 那么这个作品 金先生您有何评价 这张平安春信图 长期以来 传统上对他的解读 就是说他里边的那位长者 就是雍正皇帝 那位幼者就是小时候的乾隆 少年的乾隆 那么郎世宁画的这张画 通过一种巧妙的隐喻 意思是雍正 把政权交接给乾隆的意思 长期以来有这个说法 很多文章也是这么写的 平安春信图现在不同的说法争议 其实实际上更为这幅图 增添了许多这种神秘色彩 但是有人说 这个是郎世宁在雍正传位之前画的 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对 他不敢这么干 那即使是画的是父子俩 肯定也是乾隆当上皇帝以后的事 当上了皇帝 他出于这个巩固自己的地位 歌颂自己的父皇这个墓地 让郎世宁画这张画 这有可能 李先生 我们想知道啊 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会得到雍正皇帝的如此厚爱 你谈到这个乾隆 怎么得到了雍正的厚爱 其实我感到呢 更重要的是这乾隆 怎么得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的赏识 这要从这个圆明园里啊 牡丹会谈起来 在康熙六十一年的春天 三月二十五日这天 在圆明园里啊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故事 圆明园本来是康熙皇帝赏给雍正 雍亲王 他的一个私底花园 这个雍亲王啊 请他的父皇康熙到园子里来 这个赏牡丹 特意啊 把这个乾隆 把他的儿子啊 叫了过来 这样 在这个圆明园的牡丹花园里面呢 实现了康熙 雍正 乾隆 这祖孙 三人的 第一次相会 也是这个 历史上绝有的 今有的一次 这一年在圆明园的相会啊 是康熙皇帝 六十九岁 雍正呢 雍亲王当时是四十五岁 乾隆啊 当时要弘历啊 是十二岁 这个弘历啊 是第一次见到他的爷爷 康熙啊 这一见呢 对这孙子是特别的喜欢 聪颖啊 好学 这个特别灵厉 惹人爱 后来啊 这个康熙啊 就指着这个雍亲王的福晋 就是这个乾隆的母亲说 你是个有辅之人啊 是一种暗寒 那么由于这个 呃 前康熙皇帝特别喜欢他的这个孙子 弘历 见了这面以后 我就干脆 把他带在身边了 嗯 接近了畅春园 也有一种说法吧 就是说 康熙啊 经过太子两立两废啊 最终在众皇子里面 有意呢 呃 安排 呃 雍亲王来继位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 他特别看好这个孙子 他有意想把大清江山将来传授给 他的这个孙子 弘历 那么你得先让他爹 当上皇帝 他的儿子的儿子 才能接掌这个江山 所以这也是雍正啊 合法继位一说 老爹沾了儿子的光了 嗯 可以这样说 在清朝前期 确定皇位的继承人 一直是大问题 在康熙年间 各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高心斗角 鉴于此 雍正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处方法 他将一份自己亲手写好的 纪委书放进霞中 明侍卫当众将锦霞放在 前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面 另外 还有一份同样内容的继位书 则由雍正自己随身携带 在死后才能打开 这两份继位书必须内容相同 方可确定最后的皇位继承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建筑 从此以后 正大光明这块匾 也就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脸下的那个锦匣子 更是让皇子们日思夜想 魂牵梦让 大清开国以后 五位皇帝的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 甚至到了这种剑拔弩张 血雨腥风的地步了 那么乾隆皇帝的即位 他顺利吗 应该说 清朝皇帝第一个顺利登基是乾隆 他怎么顺利呢 他的爹给他铺垫的特别好 雍正皇帝推出了一个绝招 就是秘密立出 那么雍正 他是四十五岁登基 在做皇子时代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对众兄弟们的残酷争斗 是看得一清二楚 康熙呢 太子是两利两费 也是身心交瘁 所以雍正登基以后 把这个当成头等大事来解决 登基的第一年 雍正元年八月 就把这个朝中众传们请到身边 乾清宫宣布 说立太子之事 我现在就已定了 是谁呢 我不告诉你们 我把立的太子写在一张纸上 密封在匣子里 就放在身后 这个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那么 等到哪一天我死了 众臣一起打开 那上面写的是谁 哪位皇子就接着继承皇位 当这个雍正十三年 八月二十三号 这个雍正死去的时候 那么众大臣 御前大臣们 从正大光明匾上取下 这个雍正的亲笔 秘密律处下 打开以后 那么一看是宝亲王 红利 那么这个红利顺利的登基 所以说雍正皇帝 为他的儿子 皇子 黄四子 宝亲王 红利 铺垫的特别好 顺利的登上黄金的宝座 一把把华美的战刀 一张张精美无比的画卷 乾隆皇帝究竟是爱刀 还是爱那把背上出生 入死的体验 我把大家特别节目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配刀的造型则更加小巧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御用配刀 有着浓郁的马上民族的风格 像现在的蒙古刀 它们大多呈弯月形状 在刀鞘和刀柄处 有的用金丝盘绕 有的镶嵌宝石 有的雕饰着美丽的花纹 先生 我们想知道 乾隆的御用刀一共有多少把 根据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实物 和亲公答案的记载来看 乾隆时期 总共做御制 他亲用的这种刀 有四批 一百多件 从这个答案记载来看 乾隆对制造 他御用刀 特别的上心 纸样 做出来的纸样 木样 他要亲自审看 打磨独手剑 起什么名字 做出来以后 放刀的那刀鞘 存刀的刀盒 匣子 以及那些标签 满文汉文那些标签说明 乾隆都要亲自过目 亲自修改 李老师刚才说 纸样 木样 也就是说乾隆已经不局限于看图纸了 要给他做出来 用纸和纸浆 做出了模型 用木头雕出了模型 要一遍一遍的审核 一遍一遍审核 所以乾隆对他自己的御用刀具 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 实际上到了他这个层次 这个刀已经不可能用于杀人了 不可能用于打仗了 就是这个乾隆对刀如此之痴迷 我们想知道他是对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刀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军事或者战争所代表的意味有关系的 这个清朝是马背上的名字 他是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骑马射猎 他们是马上得天下 就是说清朝的皇帝 特别重视皇子们的骑马射箭习武 所以他自身打至众多上百箭的御指刀 如此精心 也看得出他在武功方面作为帝王一种表率 他一直在 到比如山庄 这个四百里路都是骑马 到六十岁的时候 六十多岁了 老头了 还骑马子一路骑马 不像清朝后期一个官员 五官都作教 是吧 那真是必亡了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 除有计划 有规范的制造这四批数量较多的刀外 还经常不断制造一些精巧别致的刀 他们长短大小不一 有的跟匕首差不多大 他们的玉饼皮鞘变化多端 装饰的 机械 一人 航行 第二 颜色 三根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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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 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边他肯定不会不带刀去 总是在指挥战役的时候会带着刀 但是作为一个皇帝 他不会再抽出刀来去亲自杀敌了 只是一种类似于指挥刀的作用 这组名为平定西域战图册的同版画 就反映了清乾隆时期平定准戈尔部叛乱的景象 这组同版画分别描绘了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 清军义士、出征、行军、战争以及凯旋庆功的场面 画的底稿由郎世宁、王志成、艾启蒙和安德义四人分别绘制 之后这十六幅历史画作被分批运到法国 克制成为铜板在印刷成画 这是一件既费时又费力的事情 乾隆皇帝为何只以如此大费周折呢 这乾隆皇帝为什么重视平定西域战图册呢 还要送到欧洲去课程铜板画 乾隆皇帝自诩有十全武功 就是曾经指挥过十大战役取得胜利 当然这个军考证有的没胜利 实际上有的胜得很勉强 那么这里边真正打胜的实际平定西域的算一个 所以当然他十分得意 于是他就命令了宫廷画师 郎世宁、王志成、艾启蒙、安德义 这几个传教士 给他因为西洋人比较擅长写声 比较擅长表现现实的这种复杂的场面 命令他们四个画了十六幅战图 那么王世宁建议说 为了推广您这个伟大的武功 还可以把它拿到欧洲去制成铜板印刷 这样可以一幅图可以画身几百幅 法国听这事很高兴 他们愿意做 就派了最好的技师来做铜板 先后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就是把这十六幅图印了二百套 与平顶西域战图册同版画 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一套由宫廷画师徐杨绘制的 平顶两金川战图册 他也同样记录了乾隆皇帝 举兵平乱的战绩 大小金川是小金沙江上游的两个支流 位于四川西北部 乾隆三十六年 金川地区吐司与周边吐司发生纠纷 乾隆发兵平乱 历时五年终于取得胜利 乾隆将平顶大小金川 也作为自己一生极为得意的实权武功之一 据专家介绍 平顶两金川战图册有绘本和铜板画本两种 绘本一套十六幅如今完好的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而铜板画本由于在清代主要收藏在西院紫光阁 八国联军清华士曾对紫光阁大肆截略 因此同版画版本的平顶两金川战图册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 平顶两金川战图册描绘了平顶金川战争中历次重大的战役的激战场面 以及军队得胜凯旋皇帝宴秦的场面 画面用全景式构图来表现山鸾地貌 重点突出碉楼城寨等具有当地特色的建筑 对山石建筑树木人物的描绘采用明暗对比的手法 富有立体感呈现出一种中西并绪的绘画面貌 李先生 实权武功对于这个乾隆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个乾隆皇帝在乾隆57年 也就是他当政57年的时候 82岁 做了一个回顾 他把自己进行了边疆地区一系列的征战 归纳为十次 号称实权武功 他自己也自以为实权老人 实权实美 还刻刻图章到时候干 很得意的 但是你说起来他这十次 有的是战功 有的真还就算不上是战功 但是你像大小金川战役 那本来是西南吐司内部的纠纷 你乾隆爷就干涉他 让我们打动干戈好过年 这个劳民伤财就没有那么必要了 反映了乾隆一种好大喜功 一种新的 要凑个满数 要凑个满数 要不说七大武功 不大好听 对吧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 我们见到了这部著名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分为金 石 紫 集 四部 每部书都采用不同的颜色 象征春夏秋冬四季 经书居典籍之首 如同新春衣饰标以绿色 史部著作繁盛 如盛夏之火 标以红色 紫部采集百甲 犹如秋收 取蓝白色 吉部文稿晦翠 好比东藏 标以灰色 四库全书 内容包括 从中国先秦到清朝乾隆 两千多年 所有的重要古籍 涵盖了古代中国的 几乎各个领域 除了轮语 春秋 史记 资质通建 孙子兵法 本草纲目等经典著作外 还有日本 朝鲜 越南 印度 以及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著作 可谓包罗万象 这样一部洋洋洒洒 红篇剧作的发起者 就是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 李先生 耗费如此之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编写四库全书 那是不是表明乾隆皇帝有一种不甘趋于前人之后的一种冲动做出的决定吗 应该说深层次原因就是乾隆的浩大喜功 他要把自己文质武功盖过以往 他在武功上凑了个十全武功 在文质上也要搞一个工程 那么典型的就是四库全书 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本性的原因就是 康乾盛世国家实力确实很强盛 盛世修始 正是由于有康乾盛世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的支撑 才能完成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 民国以来的有些学者可能比较偏激 认为好像乾隆编四库全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因为四库全书里面撤毁了一些不利于满足的书籍和画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狭不掩瑜 功绩还是很大的 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整部的影印四库全书 因为他们不但从版本目录的角度来说 还是从使用方便的角度来说 还是对于我们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 也就是公元1751年 乾隆皇帝命边疆各都府绘制当地少数民族官员和民众形象 统一送到军机处 绘其成满 不久 各地绘制的草图收集上来后 乾隆皇帝又命宫廷画家丁关鹏 金廷彪 姚文汉 程良四人 分别对各地承送的画稿进行整理重绘 四位画家每人绘制一卷 经过十年 也就是公元1761年 四卷黄青直贡图终于绘制完毕 全四卷共会中国少数民族部族以及外国官民近三百个 六百多人物形象 总长度达六十多名 是一部即历史文献与绘画艺术为一体的矿式剧作 这四卷图中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会一段画面 每段画面上都是身穿当地服饰的一男一女 画面上还以满汉两种文字著名所画民族 国家的历史研究 饮食服饰 风俗习惯 地理位置 土色物产 以及与清廷交往 共互等情况 金先生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下令去绘制这个黄青直贡图卷 所谓直贡 就是以按时纳贡为职份 那么换句话来说 也就是说 这个是受制于宗主国的 这些边疆少数民族也好 还有一些附庸国也好 都是表现他们的情况 所以这个画直贡图 它的意思实际就是中华大国很强盛 少数民族外藩都来进贡 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所谓的八方向化 九土来王 这特别得意 显示出国家的强盛 具有向心力 无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清朝建立后 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出现了空前的强盛 乾隆皇帝进一步加强了全国的统一 在这辽阔领土内共有二百多个部族 每个民族聚居区基本稳定 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 往来密切 清朝统治的一个鲜明特征 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和领土的完整 从统一台湾 平处叛乱 统峡西藏 收复天山南北 一直到遏制沙河 侵占北江领土 清王朝是不惜人力 物力 来维护国家多民族的统一 和领土的完整 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和民族共有的江湖 李先生 当时乾隆时期的民族政策 有哪些特点 应该说 清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整体处理的不错 调理的比较顺 在清朝还专门设立了 负责民族事务管理的机构 叫李帆院 专门协调处理这些民族事务 说到乾隆这 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 还推出了不少 这个很特殊的举措 很有效的 举一个例子 就是他在西藏 这个推出的这个金瓶撤迁制 当时呢 清瓶制造了两个金瓶 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 一个呢 放在北京的雍和宫 拉萨大昭寺的那个用来选 达赖 搬禅的转世的灵筒 那么北京雍和宫的这个金瓶呢 用来这个撤迁呢 蒙古地区的活佛转世 如今这四卷植贡图都被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成为研究清朝历史风俗与民族政策的重要史料 巧的是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竟然也保存有四卷黄青植贡图卷 这四卷植贡图是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谢隋所画 也是丁关鹏 金庭雕 姚文汉 成良四位宫廷画家所画植贡图的模本 将两卷植贡图放在一起比较 台北故宫保存的植贡图与北京故宫的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主要包括画像和图说两部分 图说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 不同民族的其一风一俗都在画卷中一一常见 这个清宫植贡图卷啊 它的出现和它所表现的 是不是体现了当时乾隆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整个一个 状态的一个高峰期 应该说乾隆时期达到了整个清王朝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 康乾盛世在乾隆的时候达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 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是中国大一统的版图在康乾盛世 在乾隆这个时期最终确定了 第二呢就是中国的人口 在乾隆时期突破了三个亿 在古代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再有啊就是经济实力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是吧 称霸世界 它靠的是它的经济 打的是经济牌 它的经济GDP啊 才是占世界总整个经济的发展的将近30%吧 那么清朝啊 乾隆时期 国家的GDP啊 占世界的三分之一 应该是确实世界的一个强国 举一个例子啊 像土耳呼特回归啊 这就是这个民族向心力啊 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 这个土耳呼特啊 本来呢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 在这个明朝末延以后啊 土耳呼特人呢 土耳呼特人到了这个福尔加河一代以后啊 一直生活在这里 那么后来俄国啊 加大了对福尔加河区的这个统治 对这个土耳呼特人啊 就高压政策 在乾隆36年的时候 土耳呼特人啊 在他们的首领 沃巴西的领导下啊 毅然东归回归祖国 走了半年多 形成万余礼啊 最终啊 来到了新疆的伊犁 回到了祖国 当时啊 他们从这个福尔加河走的时候 是十七万人 到了伊犁的时候 只有一半了 大约有八九万的人 死在了路上 显出了生命 所以相当的悲壮 当时啊 土耳呼特人回归以后啊 这个国人知道以后啊 都很振奋 各族人民啊 分分捐物啊 这个来支援他们 乾隆皇帝呢 派出御前大臣去迎接他们 然后到秘书山庄 这个等待这个他们的首领 沃巴西到来 在秘书山庄啊 接见了这沃巴西 而且给予很高的礼遇 所以说这个土耳呼特的回归啊 是民族向心力啊 这个一个典范之士 万户朝天土 描绘了乾隆南巡史苏州 近两千官民迎接盛架的热烈场面 三十里内 彩灯高挂 惊奇招展 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河道里安放龙舟登坊 沿途的店铺 门楼前摆设湘案 地方文武百官 身穿官服 列队迎接 大街小巷 人山人海 男女老幼 手举高厢 沿路贵营 万户朝天中的万户 名指位于苏州的天平上的自然景观 暗喻迎接盛架时百姓手里高举的燃香 而贵营朝拜皇帝就是朝天 因为皇帝就是天子 万户朝天就是预示万民迎接朝拜皇帝乾隆的盛况 聊聊四个字 把万人空巷迎接盛架的主题 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让人有不解的是 画面上并没有出现天子乾隆皇帝的形象 也没有表现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 只用一顶黄罗伞来代表皇上和他的随行人马 金先生 在万户朝天图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乾隆皇帝的影子 是的 万户朝天图您刚才说的很奇特 它是光有警务和群众 没有皇上 所以后来有些专家就考证 说可能这是苏州市军民对于迎接皇帝的一次彩牌 预演 可以这么理解 我想可以这么理解 一个预演 进贡上去 请上头看看成不成 怎么办 李先生 民间当中传说乾隆下江南 这个版本特别多 那么在历史当中 乾隆下江南真的就那么频繁吗 应该说乾隆下江南确有歧视是六次 这在皇家档案里记载的很确切 皇宫大院确实是关不住乾隆皇帝那颗心 他是频频出巡 乾隆在位60年 总共出巡有150多次 平均每年有两次多 在外 每次都是几个月 所以当时的朝鲜使臣就把乾隆王朝 乾隆的朝廷称为马上朝廷 一直是在马背上四处游动的 我个人觉得 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是政治性的 我觉得有他的政治必要性 因为当时江南的世人对于满清的统治还不是那么服帖 有必要去不断的视察 不断的恩惠并用 这样来巩固满清的统治 到了乾隆这儿 这个六下江南已经颇有一些野油的味道了 而且场面非常奢侈 花费非常巨大 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掏空了国库 如果说万户朝天图描绘的是苏州民众 为迎接圣驾进行演练的实况 那巨幅画卷乾隆南巡图 就是皇帝真正南巡的情景再现 乾隆南巡图的作者是清朝宫廷画家徐扬 徐扬是苏州人 自云庭 上画山水人物 特别擅长构思和创作长幅写实巨作 他是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至苏州时 发掘出来的绘画人才 据文献记载 乾隆29年 也就是公元1764年 徐扬奉乾隆之命 开始绘制乾隆南巡图 由于卷制浩版 一直到乾隆34年 十二卷长卷方告完成 整套长卷构图宏伟缜密 真实而易数地 记录了乾隆盛世的 君政大事和社会生活场景 不仅是清代宫廷画立作 而且是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 图像史料 据我们了解 就这个画卷 它一共是两个版本 其中有一个版本 现在已经不全了 是的 徐扬的乾隆南巡图十二卷 有两个本子 一个本子是用纸画的 这个本子现在存在咱们国家博物馆 还有这是全的 还有一套是卷本的 卷本的现在不全了 有五卷存在我们故宫博物院 另其他的有的在法国 有的在美国 这个可能我估计是在英法联军入侵 或者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 被掠夺走的 那么散意不全的十二卷卷本 乾隆南巡图 如今都收藏在哪里呢 除了北京故宫收藏有五卷之外 目前可知的是 美国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 法国尼斯市魁黑博物馆 还收藏有乾隆南巡图中的几卷 其余几件下落不明了 如今散失在世界的各国角落 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乾隆每次南巡时间 基本都在正月到四五月 正是江南最好的时节 让人不禁想到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说 六度南巡指 他年梦魅游 这是乾隆第六次南巡写下的诗句 说明他连做梦都在回味下江南时的情景 充满了对江南生活的无限眷恋 李先生 据我们了解呢 乾隆在他的晚年呢 对自己的南巡呢 有过评价 是这样的 是 这个康熙 乾隆 都是南巡六次 到那里呢 都是视察河宫 安召见官员 安抚文人 做的差不多 但是呢 花费 却是大不一样 像这个康熙的时候 去一次 他最宠幸的 苏州制造 李旭 江宁制造 曹银 那个捐个两万两银子 然后修兴功 康熙啊 都说他奢侍了 可是乾隆啊 他南巡的时候 一个苏州官员 修玉道 捐出三十万 他都觉得心安里 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啊 这个乾隆进行了反思 对一个叫 吴雄光的军机张经 谈起他的南巡 他说 六次南巡 劳民伤财 做无意 害有意 而且告诫 以后子孙 再也不要这样 劳民伤财 再也不要搞南巡了 这也是啊 以后的皇帝 再没有南巡的一个原因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 康乾盛世当中的乾隆皇帝 二位就乾隆皇帝本人 给我们用 言简易概的语言 总结一下 我觉得乾隆的一生啊 可以归纳为四句话 福寿双全 浩大喜功 早成盛世 晚舵昏庸 这个乾隆啊 应该说 如果说是对他一个评价 除了他的长寿 福寿 这个很大一点的 应该看到就是 他的特性浩大喜功上 这一点特别 在古代帝王里特别突出 他要搞文治武功 一定要凑个十全 十全武功 他写的诗很多 一个人有四万多首 超过了全唐诗 可是大多平平 很难以为大家想起来 哪个是乾隆诗啊 没有快智人口的 所以说起乾隆来 应该说是 康天盛世 达到了顶峰 但是乾隆时代 也给国家 这个潜伏下了种种危机 隐患重重